第981集 王冲一家人都守在手术室外 安静而无奈地等待着 他的大儿子已经哭了一茬了 此时有些疲倦地发着呆 看着几个亲戚像是蚂蚁似的转着圈 手术区的大门被推开 守在等候区的病人家属们全都站了起来 刘明月家属 护士提着嗓子喊了一声 然后向四周打量 旁边的一家人赶紧冲了上去 连声问 大夫 我们家老刘好着吗 手术顺利 一会儿送到病房 会有人给你们说注意事项的 好的好的 病人家属连声答应 王冲的大儿子羡慕地看着对方 期望着也能得到类似的答案 良久 手术区的大门再次敞开 出来的依旧是其他病人 王家人也变得越来越沉默 就连原本挺多话的亲戚们 也渐渐没了兴趣 又是一台手术做完 一群病人家属离开 王中的大儿子忍不住起身 拦住要回去的医生喊道 大夫大夫 我爸进去好久了 能不能帮忙看一下 手术结束就会出来的 医生皱皱眉 显然是不愿意帮这种没意义的忙 王中的大儿子拽住他不放 您醒醒好 让我们知道一下里面什么情况就行了 我爸的手术是凌然凌医生给做的 凌然的手术 被拦住的却是赵乐义 上下打量了一下病人家属问他 什么手术啊 什么病啊 肝癌 肝癌 赵乐义眉毛一挑 他有太多的理由轻压了 而最主要的原因或许是 他本人连肝癌手术的边都摸不到 急诊科从根本上来说 并不是专业科室 无论是危重病还是大小创伤 急诊科都只需要学习较为浅显的部分 遇到较为复杂的部分 转诊去专业科室即可 所以别说只是主治 就是急诊科的主任医师 如陶主任之类的 依旧不会去触碰肝癌的部分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同为外科医生的急诊科医生 又不可避免想要碰一碰这样的尖端手术 我去看看 你们等着吧 赵乐义答应了 转身进了手术区 却是没有直接进手术室 而是到了参观室 在推门入内 参观室内 果然做了两排的医生 有外科的有内科的 最多的还是实习生 归配生和住院医 听到响动 大部分人也都没有去管 自从急诊中心建成了这间 参观室以后 许多医生有空了 都喜欢来看一看 比起直接到手术室里观看 参观室里要自由轻松的许多 有的医生 甚至直接带着汉堡之类的午餐 来参观室里就餐 一边学习聊天 一边吃饭 可以说是非常舒服 对外科医生来说 看过 本身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体验了 看过是参与手术的基础 简单一点的手术 看一粒做一粒 就可以主刀一粒 复杂的手术学起来要复杂一些 但实际上还是一样的 别看许多医生 要看许多粒手术 参与很多粒手术 才能得到某种舒适的主刀机会 但那更多的 只是让人感觉上安全罢了 对于大部分医生来说 学会一种复杂术式的模式 与学会一种简单术式的模式 别无二致 当然 要做复杂术式 得要先有简单术式的积累 完成前置条件就是了 这林医生做得也不快啊 这是肝癌手术 做得快又不会让人活得更久 癌症这种东西 谁知道能活多久啊 来看手术的医生 大部分都没指望能做肝癌手术 所以此时还都以看热闹居多 但是 也有肝胆外科过来的医生 是真的盯着凌染的手术在看的 这病人的肝脏可不大呀 这样切下去 鱼肝够用吗 肝胆外科的主治段一文 自言自语道 参观室 总共就十几平米的面积 他说话的声音虽低 众人却都是能听到的 赵乐意立即抬头看向屏幕 比起低头看落地窗下的场景 屏幕里的实时同步视频 更能看得清楚 赵乐意还注意到视频右下角的数字 此时是42 总计有42个单位正在同步观看凌染的手术 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也让赵乐意心里起了些波澜 就专业转播来说 这个数字可不小了 而且 此时不过是凌染一个平平常常的手术罢了 也没有做什么宣传 更没有什么话题 就是单纯的凌染做手术啊 尽管最近几个月 云立医药公司安装了更多的屏幕给各大医院 以至于高转播的数字频繁出现 但对普通医生来说 有两位数的转播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凌医生以前做的肝切除手术啊 经常都面临余肝不足的情况呢 在这方面啊 凌医生是权威的 又一个声音在角落里响起 赵乐意不由地看过去 却是普外科一个不太熟悉的主治 我之前有看过呀 非常厉害的手术 直接病理科搞配合的 经常好几个医院都根据这个 做了手术式的病理科呀 另一名普外的医生 也像是聊天似的说了一句 赵乐意不由撇撇嘴 普外科的主任就有赞凌然的倾向 这次延续到手下人了 却让赵乐意感觉更不爽了 此时 楼下的手术室里 电话铃声响起 几秒钟后 寻回护士就扬声重复的 边缘清晰 参观室内 顿时一阵 这种声音出现了 手术室里凌然的声音清亮 可以 继续手术 是 继续手术 手术室里的医生们士气大振 轰然应诺 两个多小时的手术时间 对任何一名医生来说都不能谈轻松 别的不说 光是保持站位两个多小时 对人都是不轻松的 更不要说这段时间的医生还要费力 尤其是肺脑 也就是看到了手术成功的曙光 众人的心情才激动起来 救人这种事本身就是非常刺激的 就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不需要更多的金钱或晋升的刺激 就能让人的肾上腺疯狂分泌 赵乐意看着下面一张张面孔 还有众人眼中的光不由站起 走出了参观室 他也没有去和王中的家属说话 只是远远地看了几眼 望着他们的焦急神色竟有莫名的好笑 接着赵乐意就不由自主地笑出来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记得订阅 第982期 手术顺利 你父亲会先送到重症监护室 肝切除是大手术 尤其是你父亲年龄比较大 肝脏切除的范围又比较大 所以可能需要在ICU里多待几天 左磁点出了手术区 给病人家属说了一句 此时此刻 王家的家属们皆已困倦 竟是生不出激动的情绪来 王家的大儿子应了一声 又有一些不确定地说 那ICU的话 我听说是挺贵的 这个医保是可以报销一部分的 第一天的费用会比较高 因为会有开机费之类的开销 后面的开销会降低的 我的建议是多待几天 一方面能提高育后 另一方面呢 后面多住一周 其实也就多三五万块钱呢 三五万呢 王家大儿子的眉头皱起来 命救回来了 自然就要考虑钱的问题了 这时候 王家的一名中年亲戚咳嗽两声 站了起来 这个不是我说呀 三五万可不是一笔小钱的 大概这就是王家人所认为的 亲戚应该发挥作用的时候 随着此军的战出 身边的几人也都向前一步 准备开枪了 这钱呢 要看怎么用啊 左四点轻轻地给了一个笑容 打断了家属们的节奏 他见过太多此类的病人和家属 并不意外 也不忧心 只是轻轻地给一个笑容 这么说吧 这次的手术啊 你们如果在别的地方住 再多十万块都是做不下来的 这一点呢 你们尽可以到别的地方去问 我们灵医生现在经常给国外的病人做手术 费用都是用美元计算的 出国做手术也是有的 我们又不是外国人 赚那么多钱 正是因为如此啊 我们这次做手术也是非常用心的 灵医生亲自主刀 用的还是目前最新的技术 说句实话 也是你们运气好 换一个医生过来啊 你父亲说不定连进ICU的机会都没有啊 左词典说的半真半假 却是他在阵里的时候常用到的技巧 果然 王家人的表情和想法发生了变化 东西是很贵 但如果便宜了很多 也不是不可以接受 抱着这样的念头 ICU的高昂价格所带来的冲击力 就没有那么强烈了 毕竟 王家人在手术前其实已经知道将要面对的经济压力了 只是那个时候 他们还存着走一步看一步的心 现在 死亡的危机跨越了 钱的危机 你们可以再找找人 如果家里的条件确实困难的话 我们医院也是能给减免一些费用呢 具体减多少 我说的不算 林医生手里有一点权限 我们主任手里也有一点权限 看你们能找到哪 院长那当然权限就更大了 不是吗 左词典说的还是四有五十无的东西 费用减免在医院里确实是存在的 但想要大量的减免 还是不太可能的事 当然 找熟人 同样是件可能有用 可能没用的事 大部分的普通患者 如果能找得到有利人事 也就不会太在乎几万元的减免了 对于找不到的 要拿到减免 就只能走程序了 不过 这也确实是一条路子 而且 一旦有了熟人居中介绍 病人家属也会讲到了一些 左词典也不用特别说明 就给出一条路子 让病人家属去走 不管对方走通了走不通 都只会感谢他的 我 我们也不认识人 这这 您能不能 提到找人 那自然是不能用蛮力的 在场的王家人的态度 也不自觉地就放低了 左词典微笑道 好 我呀 是你们的管床医生 到时候查房还能见到 你们先去看看病人好了 好 那我先去看看我爸 王忠的大儿子现在回过神来 思路又到了病人的身体方面 病人家属原本就是这样 像是神经质似的 一阵一阵地想问题 解决问题 可以说 王家的家属就属于平平常常的坏家属 可以算是经济适用家属 病小一点 宽裕一点的时候 就会变得好说话 乃至于谦卑 病重的时候 又可能被钱给撑坏了心 左词典以前见到的病人 其实撒泼的居多 认认真真讲道理 用忽悠技巧就能忽悠住的病人和家属 已经算是好处理的了 左词典也没将这当作一回事 对他来说 对医院和医生来说 这都属于日常罢了 张安民在ICU里跑前跑后的忙活着 但以肝胆外科的名义 他是进不来重诚监护士的 ICU的科室不大 那也是辅助科室 不可能让肝胆外科的人 随便就给占了位置 不过 有凌然说话 情况就略有不同了 实际上 凌然根本不用说话 给一个批示出去 ICU的医生护士就不再拦着张安民 这种待遇 也让张安民莫名的舒爽 跟着ICU的医生转悠了两圈 看着病人王中的呼吸平稳 心率等指标基本正常 张安民才从重症监护室里出来 小张啊 手术做得挺顺利的 贺远征似乎也是来看ICU的病人 一副偶遇的样子 张安民却知道 贺远征从来都是不来ICU的 作为肝胆外科的科室主任 贺远征的权力再小 带的人再少 人家依旧是大主任 自己科室的工作有茫茫多 平日里还要去飞刀 怎么可能来ICU里忏悔 张安民吻了吻心情 面露微笑 贺主任 刚有一个病人送过来 我跟着看一下 怎么着 ICU的医生你们也不相信呢 贺远征横眉而逝 对于凌然做肝切除 贺远征是有一千个一百个不满意啊 但是看在凌然做的是肝内胆管结实的份上 最主要的是 看在凌然的技术爆牛 或从军爆胸的份上 贺远征并不与之计较 继续做着自己的肝癌切除手术 可这一次 张安民都开始跟着做肝癌切除了 贺远征就觉得 自己不能再等闲逝之了 不敢教训凌然 教训教训张安民 贺远征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张安民也乖乖地低下头 等着挨骂 当医生 尤其是外科医生挨骂算什么呀 小孩子才怕挨骂呢 外科医生都是被骂哭了以后 擦擦眼泪 继续干活的 这个一个科室啊 就应该做好一个科室的事 像是ICU 拉一个医生出来 都好像能做ICU的事了 就能护理好病人了 如果真的那么简单 要ICU做什么 弄一个病房 给你们自己去做 那不就好了吗 贺远征站在ICU的走廊里 缓缓地进入到骂人的节奏中 张安民头都懒得抬 这种程度的挨骂 他还是忍得住的 贺远征轻蔑地哼了一声 他熟悉扎民的忍耐力 可要论屌人 他也不是出击选手 小张啊 你跟了我也几年了 我的要求呢 做事就是要专心 别说做肝胆 不要去搞ICU的事 就是你做胆囊的 你轻易都不要去做肝切除 对不对啊 张安民不由地抬了一下头 犹豫着不知是否应当反驳 我们灵医生说了 张医生可以做肝切除了 此时吕文斌也上来 巡视自己的病人 说着话就站到了张安民身后 贺远征看了一眼 有些不太高兴 一个住院医而已 马彦林追在后面 也快走两步站了过来 是啊 我们灵医生说了 擅长做什么就做什么 贺远征眯起了眼睛 于远仰头出声道 我们灵医生说了 哎哟哟哟 妈妈妈 吓我一跳 这从哪冒出来的 贺远征低头看到余媛 摸了摸自己的小心脏 摆摆手 撤了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第983集 春去秋来 春节喝不起去了毛病 秋茶买过来过过瘾 这大约就是王家人在医院里的心态了 ICU作为医院吞金兽中的贵族 在短短一个星期里 就用掉了王家人十多万元 尽管后期费用明显降低了 但开头的一个星期 还是将王家的底子一扫而空 对于普通工薪阶层来说 日均一万的消费 就算后期有医保 依旧让人看得想死 好在病人的状况一天天地改善 加上左辞点的劝说 王中一家人才勉勉强强地坚持下来 但也坚持得相当之勉强 张安民眼瞅着王中的大儿子 从吃肯德基的外卖 降到了大馒头就咸菜 但也是无可奈何 只能开药的时候注意一二 作为外科医生 他连手术都不能保证完美 更别说是病人的经济问题了 要说的话 张安民以前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病人和家属 他以前做的都是胆囊切除之类的手术 自费一两万 医保可能只要几百一千就能做下来的手术 就算有的家庭比较困难 也不会困难到多严重的程度 但肝癌手术是不一样的 光是肝切除手术前后的费用 就是胆囊切除受到好几倍 后期的护理费用和开销更高 清晨 又是做完一台手术 张安民习惯性地去ICU里看病人王中 人送回普通病房了 ICU的护士见到张安民就直接给了答案 张安民愣了愣 这怎么现在就给送回去了 最少还要住两三天吧 病人强烈要求也掏不起钱了 ICU的护士对这些早就看惯了 毫不意外 现在送到特库病房去 也就是病程长一点 病人强烈要求我们也没办法的 那灵医生都给签字免掉了好多费用了呀 ICU的费用又不能免 护士回答了一声就没再搭理张安民 张安民有些失神地回到了手术区 对灵治疗组的医生们来说 待在手术区是更放松的 毕竟留在病去的时候是要写病例的 看病人回答家属问题 查房并开药 开单管理小医生群 手术区的温度适宜 维持恒温不冷不热 让张安民的心情少少平复了一些 想啥呢 左辞点像巡逻一样 瞅着张安民的表情就不对 张安民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哼 没什么就王忠的事 因为没钱今天办出SU了 怎么说都是我做的第一个肝癌手术 心里有点怪不失滋味的 内心里张安民是因为王忠 是他升到腹高以后 做的第一例肝切除手术 所以很有心念念不忘 左辞点不需要去猜测 张安民心里的想法 就听他解释 缓缓点头 嗯 这种事啊 不耐想 想了就不开心 嗯 是吧 其实依我的想法啊 林医生都给他们减免了 那么多的费用了 就拿这笔钱 也够他们再住几天 然后正常换病房了 再多住几天 感染也能控制住 病人也能少遭不少罪不是啊 论遭罪啊 ICU可是名列前茅的 你想的是挺好 觉得减免的费用能充抵住ICU的钱 但实际上 省下的钱就是人家的钱 要算一算的话 好些人一年赚的钱 也就住几天ICU罢了 对不对 那要你这么说 好些非洲人赚一辈子的钱 都不够这台手术费呢 你说 咱们能不能再给减免一些费用啊 再要多减免呢 必须得霍主任点头了 霍主任 可不像是灵医生那么好糊弄的 听着左辞点淡定的话 张安民不出意外的怂了 减免费用可不是嘴里说说就行的 不说得做多少文书工作 就是减免的这笔钱 都是有额度和次数的 毕竟 云医还是财政的差额拨款单位 减免的费用等于政府也给了补贴 想要霍主任同意这么一笔钱的使用 张安民还真没有那个自信 等 等我没说 让霍主任同意啊 我还不如自己出这个钱呢 张安民摇了摇头 也是劝说自己放弃 怎么 想要霍主任同意什么 此时 凌兰从后面走过来 对于零治疗组和急救中心内部的工作 凌兰还是非常负责的 张安民身子有些僵硬的转身 紧张地看向左词典 他不知道该不该回答凌兰这个问题 说呗 左词典直接给了明示 于是张安民只得再将此事复述了一遍 左词典紧接着说道 我的建议啊 是不能开这个口子 咱们天天做肝切除手术呢 这个本来就是大手术 做得复杂成本也高 说实话 能用一两个月的收入把手术做下来的 百分之一的人都没有啊 张安民愕然地看向左词典 心想 不是你让我说的吗 左词典瞥了张安民一眼 直接说 我得给灵医生两边的建议做参考 你不说连参考的机会都没有 张安民无语了 却不得不成左词典的情 灵然想了想 嗯 那就提前查房 去病房看看 手术要延迟吗 你是住院总 你先主刀总 接下来的手术是打囊切除术 尚在于原的技能覆盖范围内 于原迟疑了一下 缓缓点头 众人集体转向 对象没有丝毫变化地前往病区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第九百八十四集 特护病房 灵然点点头就出门 并不多话 寒来暑往 寓意来到手术室就觉得寒冷 出来就往中暑去了 在这个天气热的香满园 都要出味道的时间里 灵治疗组的医生们 基本都处于寒冷的 因为有了张安民的门诊 灵然的手术量就大大提高了 灵然以往的病人 主要是来源于部分急诊的导流 霍主任的导流 门诊的导流 以及最主要的部分 其他医生的介绍 这其中 霍主任的导流 是根据需要来的 需要的时候 可以多找一些 平时就没有了 其他三部分 则相对稳定 在一个较长时间里 这些渠道来的病人的数量 基本恒定 并不会有太大的起伏 张安民的门诊 就是纯粹的增量了 他每周 出两个半天的专家门诊 就能收下三四十个病人 肝胆是比较特殊的外科 当人感觉自己的肝 或者胆出问题 而且有明显的症状的时候 通常就是有病了 所以 挂肝胆外科的门诊号的病人 经常是问一些问题 就转诊或住院了 能顺顺利利的带着一个肝 一个胆囊离开诊室的 那都是少数派 最近新增的网络问诊 同样带来了不少的病人 虽然是以轻症病人居多 但也是让灵治疗组忙碌起来 如余员这样的住院总 基本都没有出门中暑的机会 小医生们根本舍不得这样的机会 医院是一个论资排辈 到了变态程度的地方 一步领先而步步领先 不是一种说法 而是一种现实 像是贺远征所在的肝胆外科 就是为了针头马的位置 最终闹得分崩离析 被外来的贺远征将二十年培养的副高们 全都给清洗了 而他清洗的原因 也是因为论资排辈 不如此 贺远征根本守不住肝胆外科主任的位置 医院内部也知道科室的生存法则 所以用默认的形式 看着贺远征就职 看着贺远征排挤其他的副主任医师 也是因为相同的缘由 医院上下现在就看着凌然欺负贺远征 看着张安民做二五载 毕竟凌然的子力已经起来了 辈分隐然间要比贺远征高了 不过世界上原本也没有什么理所当然的事 张安民为了保住职位 也是做了无数的努力的 为了避免被人说闲话 他最近都没有拿急诊中心的奖金 只是一门心思的干活 为了能多做事 他还暂停了去八寨乡的飞刀 就连肝胆外科的奖金被断 张安民也默默承受了 以尽量减少飞翼 如此坚持了一个多月以后 张安民浑身都飘散出了本味 吃饭就在医院里吃饭 穿衣就穿洗手服和白大褂 交通就不需要了 睡在医院里温度合适 还能收获职业医生的好感 省下的钱给老婆能少挨点吗 张安民用自己的方式生存着 终于等到了医院正式聘用的日子 那日锣鼓喧天 没有 惊奇招展也不存在 反正就是张安民从院长室里领到了一个红本子 默默地回到急诊中心领治疗组的办公室 发现没人 只好将红本子锁在办公桌里 再前往手术区 急诊中心的手术区从来都是人来人往的热闹样子 自从参观室建成以后 甚至有点人声鼎沸的程度 而张安民却是莫名地觉得有些孤独 本质上他依旧是肝胆外科的副主任医师 虽然肝胆外科早都断了他的奖金 去了他的抽筹 但是张安民依旧不是急诊中心的人 不是急诊中心的人 不好意思拿急诊中心的奖金还是其次 副主任医师聘书到手都没有一个庆祝的人 更让张安民觉得心里有点怪怪的 张医生来了 马彦霖看到张安民问候了一声 马医生 张安民轻轻地嗡了一声 与马彦霖措身而过 问候的还算礼貌 马彦霖奇怪地看了张安民一眼 然后耸耸鼻子对旁边的余缘人说道 老张又没回家 医院味太重了 你不是也没回去吗 我和他的理由能一样吗 区别是什么 他是怕老婆所以不敢回家 你呢 我是 我们俩不一样 他老婆对他就一个要求拿钱回家 那不是一回事 于员奇怪地看看马彦霖 你老婆对你有很多要求吗 马彦霖再次愣住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记得订阅 张安民踩开了三号手术室的门 就见吕文斌正坐在椅子上 细细地缝合着基建 诶 汤法缝合呀 哦 张副主任来了 是汤法 做得慢的让人着急 吕文斌抬头半调侃了一句 说归说 吕文斌的脸上却是洋溢着笑 他现在已经能主刀进行汤法缝合了 虽然技术水平一般 但这毕竟是一门独门绝技 没那么独也不是那么绝 但是也是比较独比较绝的了 起码乌虎断门刀的心法水平吧 比不上凌然那宗师级的 那最起码在院里也算得上数一数二的 吕文斌对此还是有得意的地方的 就凭这份技术 哪怕今天被开除出去 明天就能在云华市其他医院找到工作 到时候歌照唱 猪蹄照卖 舞照跳 依旧是一年两套房的节奏 人生赢家还怕什么呀 张安民被副主任一词给爽了一口 开口想炫耀 又生生地忍住了 吕文斌可是凌然的大徒弟 张安民不由自主地心虚了一把 习惯性地恭维起来 能做汤法就很厉害了 就这个术师啊 你专心做个七八年 不说国内 昌西省内肯定有做不完的手术 看吧 汤法这个手术啊 毕竟不是大手术 吕文斌有点炫耀式的谦虚着 做大手术还有极别问题呢 张安民也想炫一把 吕文斌却只是笑了笑 我就不操心这些事了 霍主任会搞定呢 说的也是 张安民又泱泱地从三号手术室里出来 炫得条件不充沛 张安民也是无可奈何 此时 隔壁二号手术室的门被打开 却是凌然竖着沾血的手走了出来 啊 凌医生 张安民连忙打招呼 哦 张医生来了 要做手术吗 凌然一边洗手一边问 张安民有些意外 呃 什么手术啊 但总管是二指肠吻合术 凌然此前拿到了该技能 就有意识地收了合适的病人 张安民习惯性地硬了下来 嗯 去一号手术室 洗手 哦 是 张安民有些慌乱地上前 开始七步洗手 流水冲击着皮肤 张安民的心绪渐平 练医生 我拿到片书了 副主任医师 哦 恭喜了 凌然给了一个微笑 那笑容太帅 太阳光 太醒目 以至于张安民整个人 都变得阳光开心起来 啊 谢谢凌医生 张安民浑身都充满了劲头 凌然微微汗手 面前却是出现了一片 盈盈的蓝光 奖励 晋升之路 团队成员的晋升 是团队成长的关键 获得奖励 终极宝箱 在凌然接受的社会行为规范中 得到好处是要给予回报的 因为张安民的晋升 凌然得到了一支终极宝箱 于是凌然就给了张安民 一个轻轻的微笑和点头 一会儿给你开赋吧 比起官赋 开赋这个待遇就厉害了 这就好比同样是挑一斤肉 早事挑的和晚事挑的 那就不是一个概念 张安民跟着凌然做手术 还很少有到早事的时候 一时间竟是激动起来 进到手术室里 张安民依旧现在激动中 直到握持了划线的笔 才犹豫起来 咱们用啥术室啊 张安民看看凌然 但肠吻合术 在各种手术的术室中 是属于弟弟的存在 九十年代才由李德提出 但是由于先天存在的缺点 以及先天存在的需求 该类手术的发展却是非常快 到了现在 主要术是已有五种以上 变种更是不计其数 张安民作为肝胆外科的专业医生 也是学习了好几种的胆 总管是二指肠吻合术 但是想想自己的学习历程 张安民更担心凌然的武器库不足 毕竟凌然之前做胆囊切除术 还是跟着她学的 胆肠吻合还复杂一些 就算凌然很是天才 也可能在外面飞刀的时候 学了些东西 但也不可能五种术师全学了 开腹容易 划线也容易 但如果划线出来的位置 不符合主刀医生的习惯 甚至是主刀医生不熟悉的术师 那该怎么办 切腹都来不及 就会被吊得生活不能自理吧 张安民小心翼翼地看向凌然 凌然奇怪地看了张安民一眼 该不得选择权给你 你来做个判断 张安民莫名地有点慌 所谓半君如半虎 说的就是这个状态啊 张安民抬起头来看看四周 小护士王家 手里拿着七号手术刀 刀立而牙间 依旧保持着少女般的追星热情 和不讲道理 巡回护士是牛护士 有着四十多岁的壮女 当有的坦克身材 粗糙的大手能轻易地掐碎石膏 掰弯钢板 朋友圈里的照片 总是引得熬生一片 敢于揭穿真相的 哪都被碾压了 麻醉医生依旧是苏家福 两眼无神地坐在圆凳上 像是个高分低能品学兼优 人尽可切的好孩子 但张安民知道 他做舔狗的样子 一般的置换剂都模拟不出来 我 我开副好吗 张安民小声地挣扎着 怕死 凌然无所谓的 你用自己熟悉的术士来做 他是掌握了完美级的胆总管十二指肠吻合技术的 不管张安民选择哪一种术士 凌然都可以坐下来 并给予张安民一指导 从凌然的角度来看 既然是指导 自然是要选择张安民熟悉的术士 才能更好地提高和磨练张安民的技艺 然而张安民又如何能猜得到凌然的心思呢 他用朦胧的眼神看着凌然 希望再得到一些指示 并没有 张安民心中不禁是一阵的绝望 手术士将来是主刀医生的大型装逼现场 可助手要是配合不好 导致主刀医生的装逼不顺利 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那就是张安民在肝胆外科的体验啊 张安民沉默许久 最终战战兢兢地说 那就用阿Y吻合术 这是胆肠吻合术中最常见的术士 也是许多变种术士的基础术士 装逼效果寥寥 但是最为安全的术士了 但据简单来说 阿Y吻合术肯定是没有胆管十二指成 测吻合术简单的 张安民也不知道该选择哪种 本能觉得选择最简单的 可能不符合林医生的气质 凌然无可无不可地点了点头 张安民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联盟在病人的肚皮上画了线 因为太激动的缘故 画线还稍微弯了一下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记得订阅 第九百八十六集 我重画一条 张安民可不敢说切的时候才改 画线都画不直 切的时候改上级医生又怎么会同意呢 张安民用酒精胡乱地擦了两下 再拿着黑色笔轻轻地画了下来 病人的肚子略胖 画到末尾的时候 张安民的手又是一滑 嗯 歪了 我 我重画一条 张安民小心地看向凌然 凌然和煦地点头 换一个颜色的笔吧 张安民嗡了一声 又伸手要了笔 他认认真真地画了一条白色的线 画到末尾的时候 嗯 又歪了 再换一个颜色 张安民已经心虚地要手抖了 牛护士有点懒得去拿笔了 说道 很多病人的刀口都不直的 没关系 到时候包扎起来了 谁看得出来啊 张安民小意地看了一眼凌然 赶紧补充道 麻烦了 我再画一条好了 王家也说道 林医生应该是比较喜欢直线吧 凌然很自然地点头 于是牛护士叹了口气 那等着啊 我再去找几个颜色了 张安民深吸了一口气 运气于胸 默默地继续力量 歪了 稍等再来 不好意思 很快 躺在病床上的病人腹部 就画出了一条由各色曲线组成的麻花 我们擦一下吧 张安民从心虚到习惯 慢慢地也开始不在乎了 凌然竖着手并不催促 毕竟 歪扭的线 他自己看着都难受 相比之下 累倒是没什么 我再画一次 张安民说着又拿回了黑笔 认认真真地画了一条线 一条直线 张安民愣了一下 接着才自我怀疑地问 这是画好了 应该是画好了吧 牛护士打了个哈欠 毫不掩饰地瞪了张安民一眼 与此同时 凌然面前又跳出了任务完成的提示 任务完成 训练新人 任务目标 提升一名医生的技能等级 任务奖励 终极报箱 凌然思考了三秒钟以后 问他 系统 提升的技能等级是什么 张安民的画线吗 是的 系统的回答很肯定 凌然深深地望了张安民一眼 一天之内贡献了两只宝箱的医生 也可以说是很厉害了 张安民被凌然看得又心虚了 小声问 这样可以吗 嗯 可以 开刀吧 凌然说过 再看着界面里存留的两只终极宝箱 决定再等一等 说不定还能等一只宝箱 张安民切开了病人的腹腔 就乖绝地将位置让给了凌然 凌然接手 一边用电刀做了简单的止血 一边开始做玻璃 胆总管十二指肠吻合术 依旧是一个取结石 开通道的过程 因为病人的胆管中有大量的结石 不得不做胆道境的取石 更重要的是 要使得胆管内的液体流畅地离开胆管 所谓通畅引流事业 这个步骤说起来很简单 做起来往往也不困难 可育后却经常是稀里糊涂的 最成见也是最麻烦的 是术后反流 由此产生的胆管炎 往往令人痛苦不堪 部分人的胆管炎无法抑制 还有一定的概率产生癌变 除此以外 肠道的蠕动降低 容易造成淤积 肝功能异常等等问题 也都是非常麻烦的 对于张安民这样的主治或腹膏来说 胆肠吻合术好做 胆提高育后 控制并发症却很玄学 往往都有大量的手术经验以后 才能渐渐地摸索出路径来 灵然却不需要了 他就按照常规的术实 一步步地做下来 整个步骤都异常地轻松 张安民很快就体会到了其中蕴含的内容 不由收起了忐忑和化现实的心虚 认真地配合和学习起来 与常规做助手并跟着学习不同 今天的开刀是张安民做的 虽然说他仔细地考虑了灵然的需求 以及灵然的习惯 但归根结底 张安民还是在自己的知识框架中 决定了开刀的位置 开刀的大小等等 此时 灵然在张安民打开的树叶中做手术 如何操作也都落在了张安民的眼中 这给张安民的感觉就截然不同了 比起灵然自己开服的手术操作 张安民现在看到的树叶更符合本人的预期 其中的解剖结构也是他相对熟悉的 瞅着灵然的操作 张安民渐渐安心下来 依着灵然的顺序 也是一步一步地辅助下来 血管 胆管和肠子 像是一条条普通管道似的 被灵然理顺 聚合乃至于缝合 完成了 灵然毫无阻碍地将手术做下来 其前也没有向张安民介绍或说明什么 张安民自己一时间也没有说话的欲望 脑海中不可一直地回想着灵然的操作过程 就好像看了一场漂亮球赛的球迷似的 记得官赋 灵然并不管理下级医生的具体怎么想 要左右人的思想可太难了 灵然更没有兴趣 如果说有必要的话 她倒是愿意剖开下级医生的脑袋 直观地帮他们解决问题 当然 假如是有问题的情况下 灵然踩开了手术室的门 回头看了眼张安民 再抬头看看天花板 系统并没有提示 说明没有新的任务完成了 灵然摇了摇头 看来张安民一天也就只能炸出两个重机宝箱了 一名抱着大碟耗材的小护士正低着头猛走 也没有看到灵然 快要撞上的时候才想躲 却也有些来不及了 灵然迅速伸手按了一下头 再做一个转身的动作 却是脚步熟练地给避开了 对灵然来说 在学校或者别的什么地方 总是会遇到类似的事件 并不稀奇 也不难闪避 灵 灵医生 小护士满脸羞涩 眼睛里闪出晶莹的光 灵然温润地微笑点了点头 嗯 你好 接着灵然就自顾自地向前走了 小护士傻愣愣地望着灵然的背影 忍不住掏出手机 想要炫耀一番 又使劲地忍住了 只偷偷地拍了张照片 就抱着手机不想说话了 灵然穿过走廊 直接去了手术区换衣服 就往办公室去 今天做的几粒手术 都是小手术 且都异常地顺利 以灵然的认知来说 就是完全不需要去见 患者家属的手术 只要说手术顺利地会面 对灵然来说 实在是有些单调 加上非常两个字 也很单调 哎 灵医生 灵然刚坐到办公室里 就有人进门来问候了 这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医药代表们 总是见缝插针地出现 哎 洪主任 灵然有些意外地 看到呼吸科的洪主任 洪主任微微一笑 献出老烟枪的自豪的黄牙 哈哈哈哈 灵医生啊 我这边介绍个人给你 说着 他就从后面 牵出一名西装笔顶的男人 怎么样 自我介绍下 红主任表现出极其熟悉的态度 西装笔顶的男人笑了笑 向灵然点点头 你好 我是辉红公司的董事长 求红 红大的红 说起来啊 和灵医生还是笑有呢 灵然看向对方 不太确信地问 夏沟小学还是云华大学啊 求红愣了愣笑了 都说灵医生比较特别 当然是云华大学了 我是老三届的毕业生 读的云华大学的建筑 后来自己出来开公司了 从专业拆迁 做到专业的房地产开发 哦 我是考虑 在你这个年纪的人 读到大学的比较少 那我就当是您的赞扬了啊 当年能考大学出来啊 我自己也很意外的 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 我儿子求辉呢 马上就要从学校毕业了 他实习就是在咱们云医实习的 现在到了归陪的时间 他就想要在灵医生手下 继续归陪 我这个做父亲的呀 虽然不懂医学 但我也想满足儿子的愿望 灵然看看求红 再看看红主任 啊 他想塞一个归陪医 到你手底下 云华大学医学院毕业的 你师弟 红主任一口翻译出来 再也忍不住了 掏出一根香烟 就站在禁止吸烟的牌子下 猛抽了两口 灵然看向求红 求红连忙堆出个笑脸 这个孩子成绩不错 也想当医生 听说灵医生的技术是顶尖的 就要求我来试试 哎呀 我也没办法 就豁出这张老脸来求人 嗯 他能加班吗 哦 能 求红连连点头 他知道 这个意思就是灵然吐口了 加班到晚上十点也可以吗 当然 没问题啊 那谁不是说吗 九九六是福报 我这个儿子 刻苦精神还是有的 努力工作 也是给自己积累经验嘛 嗯 那能提前来上班吗 啊 可以 他现在每天都是六点多起床了 哦 龟培医的话不用太早来 但凌晨四点半到医院 是比较合理的 曾经搞过拆迁 拖欠过农民工的工资 开着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 邱红皱起了眉头 看看老红 又看看灵然 低声的 啊 梁医生啊 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过 咱们国家的劳动保护法 规定的还是比较严格的呀 哎呀 又是一年毕业继忧 左辞点端起茶杯 喝了一半 深深地叹了口气 他来凌然手下的时候 才四十二岁 如今却已经看到 四十五岁的尾巴了 超过四十五岁 可就不能再自称青年了 接下来再有四清的评选 啊 就是青千青拔青长和幽青 或者节青的名额 可都不能申请了 超过四十五岁的非青年 就只能和老家伙们 一起竞争标准的千人 长江学者之类的名号了 那可就困难多了 想到自己可能一辈子 都成为不了 国字号的人才 左辞点不又再叹了口气 看着站在办公室里的 球灰 瞿脸等归陪一 还是你们年轻人好啊 有无限的可能 左老师还年轻呢 球灰突然弯腰 给左辞点的茶杯里 蓄满了茶 左辞点愣了一下 不由重新打量 其面前的年轻人 嘴一脚挂笑 年轻人可以啊 有点社会经验啊 身在凌然的治疗组 左辞点是比较心累的 不算凌然 自上而下的数 于远 吕文斌 马彦林和扎民 都不能算是合格的马匹精 日常拍马都经常拍到马腿上 端茶倒水什么的 更指望不上 轮转过来的归陪 和送来的实习生呢 往往是有马匹精神 而无马匹实力 别说是端茶倒水啊 有时候拍马都拍得人尴尬 要做辞点判断的话 也就是新来的 取消连算是个小马区 但也是空有技术 动作什么的依旧智能 眼前求灰的倒水姿势 却是给左辞点好感 不错错 很自然 好像没有被社会墙上的无奈 也没有想要强行融入社会的干涩 更难得的是 不搅柔造作 又清新可人 给人以润滑的感觉 又不会太假大空 左辞点将球灰倒满的茶杯端起来 轻轻抿了一口 球灰也稍稍放下心来 微笑道 我之前搁着老爸去公司 就给各个办公室的叔叔伯伯们 端茶倒水 所以有一点端茶倒水的经验 嗯 嗯 年轻就是好啊 年轻人做这种事啊 不怕羞 也摸得开面子 高学历的新人 为什么老是混不开啊 其实不是他学历高 是他年龄太大 又是新人 十年四十四岁的新人住院 一座词典的话里 满怀着感慨 张安民听着也有了感觉 看看球灰干干净净的白大褂 鼻挺的一看 就价值不菲的白衬衫 以及正在流行多半不是假货的椰子 不由感慨一声 哎 家里有钱才是真的好啊 我小的时候啊 倒是想给叔叔伯伯们端茶倒水 可惜啊 叔叔伯伯家里都没有茶叶 热水壶都不敢让我用 要是给打了 我们家都赔不起 在场的几个人都扑斥的笑出声 吕文斌笑的最大声 老张做了副稿以后啊 生活经历都丰富了啊 张安民用富高的威严看着吕文斌 吕文斌逐渐心虚 真的 真的 吕文斌嘖嘖两声 莫得感情 重一微笑 莫得感情 球灰默默地退回到了其他两名闺陪一身边 大佬们的聊天加入进去就很危险 左磁点忽然坐直了身体 面对电脑做出拼命工作的样子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第九百八十八集 几秒钟后 办公室莫名地就安静下来 几名闺陪一互相看看 刚刚有所醒悟 就听啪啪啪的脚步声迈了进来 左磁点哗的一声就站起来 凌医生 手术完成了吗 凌然点了点头 凌医生 病例我都填完了 吕文斌也收回我有宝马525的骄傲 张安民微笑道 今天肝胆那边的茶房都搞定了 没有太大的问题 凌然轻轻点头 给了一个赞许的微笑 办公室里 顿时洋溢起快乐的空气来 直到凌然坐进自己的办公室里 房间的气氛才重新变得正常 三名闺陪一互相看了看 自觉颇有所得 走吧 我带你们溜溜 左磁点站起身 求回跟在后面口中说道 太麻烦左医生了 没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急诊科现在升格到急诊中心了 人多了事情也多 我不带你们的 其他人也懒得带 求回等人向四周看看 果然见其他医生都是一副忙忙碌碌的样子 就算是三人的代教老师 吕文斌也仿佛卖掉了他们 左磁点背着手 带着三名闺陪一 慢悠悠地夺向了急诊区 出了电梯 就听到人喊物状的混乱噪音 在奔波往来 头顶降汉的人群中间 有一名身穿白大褂衣 一声傲然鼎立如中流砥柱 又好似河中的信标 给人以无限的安心感 三名闺陪一 都用崇拜的眼神看向那名身高普通 却给人以高大感和安全感的医生 进入急诊科 大家的目标就不再是 做一名能扛得住压力 做得了决断 可以给人以依靠 又能救人性命的医生吗 周医生忙呢 左磁点给打了声招呼 站在人群中间的白大褂 缓缓地转了出来 露出一个迟缓的笑容 老左呀 怎么 您别又是站着睡着了呀 左磁点看着周医生的样子 颇为羡慕 当了主治就是不一样 周医生摆摆手 是瞇了一会儿 是这样的 我给您带过来几个帮手 左磁点接着就给周医生 一个你懂得的笑容 周医生嗷了一声瞬间清醒 脸上的笑容也真成起来 哪来的呀 这个是我们组的归陪 林医生今天没几台手术 捡给你们用一天 归陪好 这归陪比实习生好像多了 那个谁赶紧的 刚才不是还说缺人吗 好 我是背着一会儿用的 一名普手住院一走上来 向三名归陪点点头 就算是完成了交接 一会儿怎么了 周医生顺口问了一句 两名警察直前中受伤 从郊区送过来 大概还要四十分钟到 普丑住院一瞅了眼墙上的表 修正呢 三十五分钟 那我等他们过来吧 这会儿不做其他手术了 周医生点点头 很郑重的样子 三名归陪一顿时露出崇拜的目光 普丑住院一重重地叹了口气 没敢揭穿事前的本质 你们呢好好做啊 有问题就找上级医生 周医生很满意年轻医生的崇拜 面带微笑地叮嘱一声 新归陪们轰然应诺 求辉更是积极地问 老师 两名警察伤到哪儿了 我们能帮忙吗 住院一听了之后说道 这个是钝气伤 具体还不清楚 你们养狗吗 两名归陪一摇里摇头 求辉说道 我家里现在有三傻和黑背 还有一条边墨 狐丑奇怪地看求辉一眼 那个那你留下吧 有个是戴琴犬的女警 跟着的狗好像挺凶的 救护车 喵吾喵吾抵达云华医院 就见几名医生和护士 汪汪地叫着冲了上去 救护车里 一只真狗是拼命地汪汪叫 莉子 别叫 却是面相普通 以至于未能被人记住名字的 猪元医 救护车门打开 凶巴巴的警犬 莉子疑惑地看着对面的小医生 轻轻地裂出了牙齿 莉子 是我啊 你忘了 咱们之前见过好几次呢 捕瞅猪元医一边给警犬打招呼 再一边看向台下来的担架 我队友被毒贩用鱼杆抽到腰了 蒋花秦敏自己跳下了救护车 你别动啊 你也躺一个行床上啊 这 苦丑住院医心疼的干颤 我没事 你看我队友就行了 老年人就是这样子 四个人抓一个人 还被人抽了一鱼杆 我摔了一跤蹭破点皮儿 没事 不行 到了医院就得听我的 你现在躺上行床 我们送你去检查 没事了才算没事 秦敏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也没有坚持 就躺到行床上 在被护士推着走的时候 又喊了一声 莉子 跟上 警犬莉子双腿一推 像是离弦的狗似的 紧追着护士的脚步 莉子 跟我来吧 长相普通的住院医 又喊了一声 莉子瞅了他一眼 一脸茫然 转头继续跑 蒲丑住院医皱眉走了几步 突然浑身一阵意识到了什么 哎 莉子是不是忘了我了 急诊通道的空气 凝重而安静 不是说狗是通过气味记忆的吗 狗都记不住啊 哎 秦警官你记得我吧 这个蒲丑住院医 走了两步忍不住 看向秦敏 秦敏用手挡了一下嘴 然后严肃地看向对方 迟疑了两秒钟 不好意思 我们见过的吗 您 您头几次来接诊 都是我接待的呀 狐丑住院医说着 声音低沉下来 胸痛的鼻酸 不好意思 我以为我每次碰到的 都是不同的医生 秦敏再抱歉了一句 却是没有多做安慰 狐丑住院医 失望地顿住了脚步 两辆行床 一前一后 进了青窗室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第九百八十九集 已经洗好了手的周医生 对着窗户的方向 看了看自己 三小时未开张的手 得意地一笑 再豪迈地喊了一声 手套 一名护士 撑开了橡胶手套 辅助周医生戴好 什么情况啊 周医生站到 第一台行床前 秦敏从另一台 行床上坐了起来 我们抓人的时候 对方甩了一鱼竿过来 老徐没躲开 给抽到腰上 当场检员了 不是我躲不开 我躲开 后面的人 不就要挨抽了吗 老徐的腰是有些疼 躺着没动 仰天辩驳的力度 就略有些不足 秦敏呵呵地笑两声 你身后就是警犬 警犬 警犬就该挨鱼竿了 我跟你说呀 这个鱼竿抽上去 疼得很 真疼 我的妈呀 老徐半真半假地 叫唤着 秦敏一直听她说完 才缓缓道 狗当时是铺鸡状态 没你腰高 老徐待了几秒钟 忽然又用手捂腰 高声叫道 疼死我了 来 我看看 周医生略显严肃地 拉开了病人的衣服 顿气伤可严重可简单 虽然说病人叫得这么大声 中气十足的样子 但是来都来了 周医生还是仔细地 给对方做了一个体格检查 没什么事 你们这种医保 是全报销的吧 是啊 那肯定啊 行 那去拍个CT 抽脊关血 检查一下 再观察一天吧 周医生安排得相当随意 怎么 伤得不厉害吧 这个不厉害 皮肉伤 我觉得挺疼的 皮肉疼 周医生说到这 抬头看看秦敏 你伤到哪了 小腿 能不能请林医生来给我看病 凌然林医生 我和他是认识的 我想麻烦 我想看看你的伤势 周医生并没有立即答应 甚至都不奇怪秦敏的要求 对于这名漂亮的女警察 云华医院的医生们并不陌生 每隔一段时间她会来医院 尤其是急诊室来看看 大部分时间 是跟着受伤的嫌犯来的 少部分时间 则是跟着她的同事来的 倒是本人受伤的情况 还是比较少遇到 秦敏小心地拉起自己的裤腿 她的小腿位置 有一块不大不小的青子 其程度 大约相当于妈妈看到了 有点心疼 爸爸看到了无所谓的程度 周医生嗡了一声 怎么受伤的呀 被投掷的鱼竿砸中的 鱼也用力了 我看见她甩尾了 好吧 那个还有哪受伤了 周医生满肚子的吐槽 憋住了 没有 我只需要指挥栗子就行了 对了 栗子上次受伤 就是林医生看好的 她还让人给狗做了麻醉 特别细心 哦 你说的是狗麻醉的故事 狗麻醉 那个给你家狗做麻醉的医生 后面就被人叫做狗麻醉了 叫的人多了 就改不回来了 我还是想让林医生给我看 可以吗 成 没问题 周医生以训练不及 掩耳盗铃之事 就将手套脱下来 再让人去喊凌然 秦敏赶紧坐持身体 并在平床上调整起了卧姿 不一会儿 门外传来的啪啪啪的脚步声 躺在旁边的老徐等着呢 此时就看着门口 笑道 所以 这就是我要多坐十分钟救护车 到云医的原因吗 云医急诊科本来就是最好的 秦敏说了这么一句话 青窗室的门就被推开了 凌然一并两名住院医 出现在了门口 秦敏双手捧心 林医生 各位好 凌然放出一个符合社会期待的微笑 栗子乌咽一声就要去蹭凌然的裤腿 老徐也看呆了 好家伙 队里那群臭小子眼真是没瞎呀 林医生 又要麻烦你了 秦敏面带微笑 凌然同样给出一个微笑 很自然地说道 应该的 秦敏毫不吝啬给出一个大大的笑容 林医生最好了 转头 旁边的老徐露出瞅目结舌的表情 他是真的惊讶 秦敏平日里对其他男人可都是不假颜色的 老徐一度以为 秦敏暂时不想谈情说爱 是奔着升职去的 老徐忍不住看看镜子 又看看凌然 极度渐渐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难言的萧索 他的年纪足够大了 曾经无处安放的青春给了狗以后 日常工作更加佛系 这次要不是倒霉被撸了一鱼竿子 来医院都轮不到他的 但是 在见到凌然之前 老徐并不知道 男人长得帅 竟然可以帅出一个新世界 可以帅出一个层次的 老徐忍不住问 那个 灵医生为什么要做医生 因为想做医生 病例呢 旁边的普丑医生 连忙打开电子病例 转向灵然方向 刚刚收入的病人 肯定不会填写大量的病例文字 但开了什么药 做了什么检查 有什么样的检查结果 都会体现到病例中 普丑医生尽管刚刚被刺激了 但该打下手的时候 依旧只能给灵然打下手 检查报告去催一下 灵然扫了一圈病例 再吩咐医生 普丑应试 老徐看着灵然做了一圈 问话和检查 再问 灵医生应该有很多选择吧 就因为想做医生就做医生了 灵然看老徐一眼 嗯 当然 但是有更好的选择吧 更赚钱 或者更有权力的工作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就是更好的选择 灵然回答得非常直接 这也是他早就思考过的问题 老徐愣了愣 再转头 去见秦敏用钦佩的眼神 望着灵然 不由他一阵无奈 哎 我也是想做警察 才做警察的 哎呀 老徐叹了口气 对秦敏说道 秦敏对于只有皮肉伤 而且身在医院的队友 同情心是无限降低 轻松反驳的 你之前还说想做治安警的 做治安是为了老婆孩子 咱们警犬中对一天到晚的 和刑事的 缉毒的配合 家里人一天到晚不是担心吗 你看我都进几次医院了 老徐一个劲的反驳 虽然没有什么心思 但也不能挂上一个 不爱工作的帽子 秦敏给予一个淡定微笑 眼睛却是看着灵然 又问 林医生 我的小腿不会留疤吧 秦敏的小腿修长好看 是脖子以下 不能描写的部分 中较为好看的部分 灵然戴着手套 轻轻按了两下 又问两句 肯定说道 嗯 没事的 这个不会留疤 谢谢林医生 秦敏有些害羞 又有些开心 老徐终于体会到了旁边的小医生痛苦的一部分 又是重重地叹了口气 我在这儿说工作 说小命呢 栗子的小命就是林医生救的 如果你觉得身体不好就找林医生做手术 我每次来医院大家都说了林医生做的手术好 甚至有人说林医生只要收下你做病人 你的病就好了七八成了 有没有这么夸张啊 真的 我是问过了很多病人家属的 有的医生是名气很大 但真的做了手术以后 有的病人好 有的病人就不行 林医生这里不是的 林医生这边的病人都会好的 秦敏说得更加认真了 看病看医生是性命攸关之事 也是不好用来开玩笑的 老徐也认真地看了林兰一眼 笑了 你当着面赞人家 林医生什么感觉啊 我经常被人赞到 林兰保持淡定地看着老徐 老徐愣了愣 想调侃两句 再看林兰的表情 她的警察属性终于发挥了作用 你说的是真的 马彦林听不下去了 当然 你看看林安好不好 你们家的警犬长得帅 也要被多表演击去吧 老徐终于安静了 今天最后一次叹气 哎 何止啊 林兰换了一双手套 再回过头来对老徐道 我给你做个体格检查 哦 刚才那个医生给看过了 林兰只嗡了一声 都没有做解释 外科医生就是不相信其他医生 没什么好解释的 就算是周医生 离全知全能也还差得远呢 平时肠胃舒服吗 老徐仰躺着 看左右的帘子拉上 就笑了笑 做警察的 常委能好哪去啊 尤其我们这种干过好几个警种的 那是变着发你欺负身子呢 你要不也给开几个CT啥的算了 稍等 我再检查一下 老徐看凌然年轻 以为他不愿意 不由露出不好意思的笑容 不是我要占个检查费的便宜啊 主要也没时间 工商才有这个时间来医院的 正好要做检查 就一遍给检查了好了 你肠胃哪里不舒服 也没有什么不舒服 就是偶尔有点胀气 比其他人差远了 我们队长那肠胃才烂呢 胃出血都两次了 好说歹说的不喝酒了 搞一次大比武 又紧张的吃不下饭 凌然按压老徐的上腹部 怎么样 有没有感觉肌肉紧张 有一点 这个正常吧 最近体重轻了吗 凌然没有回答他 询问也是体格检查的一部分 而且不能轻视 老徐得意的笑两声 最近没什么胃口 成绩减肥少了快十斤了 有点效果 凌然依旧没答 又处整了整个上腹部 最后还看了老徐的左侧锁骨 才对旁边严阵以待的马彦林到 开腹部的CT直接送去坐吧 喊左医生过来 马彦林不由怜悯地看了老徐一眼 推着老徐就走 秦敏越听越觉得不对 问他 怎么了 让病人家属过来吧 旁边的牛护士怕凌然说错话 抢着提了一句 秦敏摇了摇头 老徐的老婆在外地陪毒呢 一时半会儿过不来的 没有其他这些情绪吗 秦敏越发觉得情况不对 迟疑了几秒 老徐失劣是遗孤 组织照顾才读完了说 没有其他纸细亲属了 他是从小在公安大院里长大的 牛护士人过中年 心肠软了许多 听得一正 在对凌然等 林医生 这种情况 你就直接告诉前警官吧 凌然面色凛然 思索了几秒钟 还是直接说 体格检查 怀疑可能是胃癌 具体情况先看CT结果 不可能 你才检查了几分钟 按了按肚子 怎么可能 我不是怀疑你 但是 会不会检查错了 凌然略作沉隐 重复前句 等CT结果吧 她现在是大师节的体格检查 在这种判断上 出错的概率很低 不过 凌然也没有咬死 等CT结果的时间 也不至于耽误病情 胃癌啊 老徐望着报告单 久久不语 队长和秦敏 站在旁边 想好的话 一时间也说不出来 只有警犬栗子 乌叶着靠近老徐 用头蹭蹭她的腿 老徐有点开心的样子 摸摸栗子的头 你这个眼狗啊 多久没蹭过我腿了 今天你知道蹭了 栗子不明 所以她看看老徐 右蹭两下 走了 老徐常然若失 望着栗子的细腰 说道 这眼狗还是挺好看的 就是不够亲人 也就是成了咱们警卷队的狗了 放在外面宠物店啊 指不定就给淘汰了 钟队长看着老徐 你这是借口研制啊 怎么着 怕我们不要你了 我流过血 富果商 吃苦在前没享受过 我怕什么 你们不要我了 有的是地方要我 老徐说得有点大声 脸上的表情 好像很骄傲 眼神有些发直 秦敏暗暗叹了口气 低声道 这次你也就是负伤了 等负伤好了 就继续回来工作 工作什么 养狗啊 现在的狗都是看脸的 给他们喂吃喂喝的 不如一张好脸 没意思 闻讯而来的张安民心道 问题是你也没一张好脸呢 当然 这个话是不能对着癌症患者说的 太残酷 所以 张安民也只能暗绰绰地吐槽 同时分散自己心中的一丝不自在 身为医生 对于病人的疾病无能为力 其实也是相当无奈的 尤其听说对方是烈士后代 张安民其实是很想要发挥所长的 不说读书的十几年 张安民做医生也做了十年有余了 可以说人生的大部分时间 张安民都是在学习中度过的 读了这么多的书 挣扎了这么久 午夜梦回 张安民想的最多的永远是一展所长 如果说他一个晚上做了六个梦 那有三个梦都是关于自己站在手术室里的 或者站在手术室外 或者站在病房里 治好了病人 在洋洋得意的理所当然地拒绝红包的场景 剩下的三个里 只有两个是自己脱离贫困而赚到钱的场景 一个是解决了脱发或陷入脱发恐惧的场景 可惜胃部手术从来都不在张安民的好球区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记得订阅